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话语的大能和恩典里面 这一系列我们分享天下父母心 我真的相信绝大部分 99.9%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除非有一些特别的状况 也许在一个生病的情况之下 他可能有一些很特别的表现 绝大部分的父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们要不要学怎么样爱孩子 我是爱的 我们中国人最懂这个道理 有一句话叫做爱之士足以害之 如果我不懂得应该怎么爱孩子 我还是爱他 我用我的方法爱他 结果反而害了他 所以圣经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原则 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爱孩子 怎么样用属灵的原则来爱他们 在尹嫂跟雅各这一对双胞胎的兄弟身上 我们来学 第一个就是承认个别差异 承认他们就是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求助帮助我们 不要比较 不要拿孩子去比较 另外一方面 警方千万不要差别待遇 他们有个别的差异 但是做父母的不要有差别的待遇 这个特别偏心 那个所以偏心会带出来孩子们不平衡的心 好像圣经里面讲到这一对父母亲 以撒跟利百家 很明显的在讲这对父母就偏心 圣经上这样说 以撒爱以嫂 比较喜欢那个会出去打猎的那个 因为呢 他常常吃他的野味 你知道他喜欢她是因为他能够满足我的某一方面的期待 这个爸爸喜欢以嫂 圣经上说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妈妈特别喜欢这个女儿 因为她很漂亮 别人都赞美她 那我特别喜欢这一个老三 因为这个老三书念的最好 因为这个老三让我很有面子 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他满足我某方面的期待 所以我特别爱他 而妈妈呢 利百家 利百家却爱雅各 为什么 这个雅各安静 老是在家里面帮妈妈做很多家事 又会煮菜又会做这个 偏心是一件可怕的事 很多人都在讲 心本来就是偏的嘛 心不就是偏左边吗 所以人难免会有一些偏心 是的 我还是要说 人本性里面有很多东西 真的是偏 然而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要不要靠着神的恩典 把那个偏的调回来呢 把它调回来 我不能说我就是这样 我在教会里面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 说成为一个基督徒 永远不要对自己说 我就是这样 你可以不是这样 可能说我就是脾气很坏 我就是嗓门很大 我就是小心眼 我就是讨厌别人吃的 我就是 当我们一直在说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的时候 学一件事 放下自己 舍己 因为在基督里 我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的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被那段经文说 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 既然圣经上说 在基督耶稣里我的生命会变 那么我为什么一定要说 我就是这样 当我说我就是这样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我不会改变 我改不了 我脾气就是这样 不 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承认 在我改不了 但是靠着耶稣基督 我一定可以改变 做父母的也是一样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我比较喜欢的 我比较喜欢你 但是我们要不要一起 求神帮助我们 做一个不偏心的爸爸 做一个不偏心的妈妈 你知道当父母亲 各有所偏的时候 其实对孩子而言 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如果爸爸妈妈 如果我有两个孩子 爸爸妈妈一起偏心老大 那老二呢 从小就活在阴影里面 他永远是那个被忽略的 他永远是那个比不上别人 他永远是那个做得不对的 他永远觉得自己是那个 做坏了的那个产品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意志释放的一些聚会里面 常常很多的受伤 是从小在那个比较 而且觉得你就是不好 你比不上这个 你比不上你比不上你同学 在那个比较当中 他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他只看见我就是比不上别人 反过来讲 如果爸爸妈妈不是都一起偏心一个 而是像依嫂 像这个以萨跟利百加 各偏心一个 孩子就会选边站 孩子就会在父母的那个落差当中 见风插针 然后这个家就会像依嫂跟雅各 利百加和以萨他们的家庭一样 到最后就出了许多的破口 你知道差别的待遇就会有裂缝 一旦有裂缝 仇敌就会见风插针 求主帮助我们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记得我们就是不要有差别待遇 我们学习的偏心 一起祷告 主我们的心真的常都会偏 但是谢谢你 在你里面你会把偏的带回来 让我们在你里面 重新有正直的心灵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在我会偏 在神会改正 上帝祝福你 祝福你